2016年被賈慶文擊敗 2017年被邱淑貞拿下 2018年被統麗芽顯示 2019年被劉亦菲戰勝 2020年高圓院喜提第五屆 虎鋪女神大賽冠軍 爹了青春結束了 Hello 大家好 終於輪到我了 我是打自己臉的館長 上次做完社區之後 我曾經說這是關於社區的 最後一期視頻 不過在一位資深JR朋友的騷擾下 我決定再做一期虎鋪 2002年有兩個男人 踏上了大洋彼岸的美國 而這兩個人深深地改變了 中國的籃球文化 一個是姚明 中國籃球歷史上最偉大的球員 那一年他作為壯元秀 開啟了NBA生涯 另一個是成行 清華大學精密儀器專業的 一名畢業生 那年他前往伊利諾伊州的 西北大學求學 2002年是中國體育的分水嶺 那一年中國男足首次 也是至今唯一一次打進了世界盃 在全民狂歡中 中國足球度過了他的巔峰 隨之而來的是漫長的下坡路 而隨著姚明在NBA大放異彩 和國家隊穩定的成績 籃球逐漸迎來了他的春天 中國第一大運動的權杖 在這一年開始了交接 在留學的第三年 成行這個芝加哥公牛隊的鐵桿球迷 花了260美元租了個服務器 創立了一個名為 Hoop China的籃球論壇 而這個論壇就是虎鋪的前身 藉著籃球在中國迅猛發展的東風 虎鋪也逐漸成長為 國內最大的體育社區 但過去的兩三年裡 這個中國最大的體育社區 卻用著無關體育的方式出圈了 綠色文學圖書館 女神大賽主會場 吳亦凡一身之底等等 成為了虎鋪最為人知的標籤 成行在接受採訪時說 我們要服務的是直文化人群 如果給各種社區一個定義 那豆瓣是文青的精神角落 知乎則是知識青年的 裝逼大會現場 小紅書是微商和白富美的 下午茶沙龍 B站是全國最大的同性交友網站 咦 那虎鋪就是直男們的男生宿舍 它是中文互聯網少有的 男性用戶佔絕對主導的社區平台 男女比例常年在9比1以上 如今的虎鋪保留了 早年貼吧的信息架構 如果你住過當代大學的男生宿舍 你就會發現直男卧談會裡的話題 虎鋪幾乎毫無保留 完完全全都搬到了社區裡 直男最愛聊的話題就是體育 虎鋪就是做這個的 從足球 籃球 到電競 賽車 你永遠可以找到一群 有著專業視角的同好 如果你戀愛碰到了疑惑 戀愛區的JRs 不介意用最狠的吐槽罵行李 熱衷歷史的直男 歷史區有人會認真和你 討論五虎上將和五子兩將 分別是什麼水平 如果你想買鞋 卻拿不定主意 裝備區的老哥們 會現身說法 答疑解惑 虎鋪涉及的範疇 早已超越了體育 曾經它的水區步行街 逐漸成為虎鋪最重要的分區 以至於有人吐槽 在這個社區裡 你甚至可以聊籃球 運營對步行街的放任 反而使得社區文化肆意生長 某些在豆瓣微博上 可能會被噴直男癌的話題 在這裡卻可以堂而皇之地討論 虎鋪甚至將符不符合直文化 作為用戶運營六原則之一 貼在了辦公室裡 虎鋪步行街運營總監 沈瑞恩在接受懶熊體育採訪時 表示過 有時為了保護步行街 以男性為主的用戶群體 他們會排除一些 女性主流的價值觀論調 一個社區有沒有成熟的文化 只要看它有沒有專屬的黑化 沒有混過虎鋪一定不會知道 前途光明專身本 萬幸香蕉很好吃有什麼梗 也不會知道什麼是 家產百萬富敵國 家教很嚴非處女是什麼意思 更不知道什麼是 格林公式二八卡 除了話題很直男 還有一種元素 讓虎鋪像一個男生宿舍 那就是龜屬感 虎鋪JR很愛說一句話 步行街就像一盞燈 很黃卻很溫暖 某種程度上 純粹的男性氛圍 構成了虎鋪社區的底色 塑造了虎鋪對男性獨一無二的歸屬感 2008年9月 虎鋪JR唐門歸來發布了帖子 JR死 男們最艱苦的戰役是什麼 我們還活著 在真實地支撐著每一個人生 此後的12年裡 這篇帖子獲得了300萬次瀏覽 陸續有12000多名JR 分享了真實的人生故事 在這些故事裡 有人講述自己童年時家境起落 自己看清世間冷暖 有人分享自己與病魔抗爭的故事 有人傾訴自己做維修工 意外受傷失業的經歷 在帖子中 唐門歸來說 在這個虛擬的世界裡 我們物質上相互不能給予別人什麼 那麼就讓我們相互給予心靈的支撐吧 至今這個帖子仍然被視為 步行街真正的精神所在 在任何男性主導的社區 女性話題以及擦邊球性暗示 都是硬通貨 虎鋪也不例外 提問發帖 要帶上福利已經成為一種約定俗成 而所謂的福利 往往是一張美女性感照片 甚至是動圖 這也讓虎鋪更加坐實了不尊重女性 直男愛社區的罵名 而專屬於虎鋪更獨特的兩性敘事 是綠帽文化 在步行街 我被綠了嗎 和我被綠了 該怎麼辦 是直男們最記掛的事情 圍繞著被戴綠帽的恐懼 形成了獨特的社區文化 虎鋪直男們的綠帽故事 因為太具有文學價值 被稱為綠色文學 根據數據媒體DT財經統計 每年步行街有500多個被綠的帖子發布 分享了自己鮮綠色的帽子 其中最有名的橋段 當屬高鐵很晃 講述一位直男在高鐵旅行中 戳穿了女友的出軌行徑 女友大方承認後 一時天旋地轉 感到高鐵很晃 比如另一個有名的橋段 這雨量不及我眼裡一分 講述了與前女友相逢在雨夜的圖書館 本想為她撐傘 她卻奔向了新任男友的傘下 以及步行街第一大懸案 虎鋪J2安大山敲門11分鐘 她媳婦到底在做什麼 她到底有沒有被綠 虎鋪綠色文學不僅追求故事性 更追求藝術審美 繁複的修辭 細膩的心理描寫 扎心的金句 也同樣能引發虎鋪網友的共鳴 例如此早華麗的突變體 被封為虎鋪歷史第一金句 開啟了虎鋪步行街的文藝復興 比如我是個好人 可惜沒有什麼好報 因為過於深刻引發廣泛傳播 如果說知乎是和別人 分享你剛編的故事 那步行街就是和兄弟 展示你剛戴的綠帽 展示完以後 大家還要抱頭痛哭 彼此安慰一番 虎鋪J2們自己也吐槽 內視問百度 外視問谷歌 床視問天涯 綠視問虎鋪 營銷行業裡有個專有名詞 就叫情緒營銷 Mood Marketing 通過激發受眾的憤怒 同情 悲傷 恐懼 喪等情緒 撬動受眾的觀看 轉發 分享 留言等行為 用戶的每個行為都會帶來流量 為什麼我上面提到的都是負面詞彙 因為負面情緒比正面情緒更強烈 更容易操控受眾 綠帽文化包含的委屈 喪 同情 反覆打擊直男們的情緒點 為步行街帶來了可觀的流量和話題度 這類低信息量 高情緒濃度的內容 我們稱之為情緒型寫作 這個寫作流派的宗師就是咪蒙 某種程度上說 步行街綠色文學就是直男的咪蒙 步行街的情緒化和虎鋪的盈利模型密不可分 深究虎鋪的盈利方式分為三大塊 體育營銷中介業務是2B的 但社區廣告以及虎鋪實貨的導流分成 都是流量生意 也是虎鋪主要的收入來源 以2016年虎鋪第一次衝擊IPO之前 披露的收入構成來看 廣告是虎鋪最主要的收入來源 常年佔據50%以上的份額 光憑藉體育和情感故事 還不足以完全支撐這樁流量生意 虎鋪需要一個能撬動更大流量 增加用戶年性的方式 2017年虎鋪JR我是神棍123 發起了第二屆虎鋪女神大賽 本來這個所謂大賽只是社區裡的 直男們圈地自盟的產物 參考歐冠和世界V的賽制 演藝圈的美女們一對一PK 由用戶們投票比拼人氣高低 最終決出女神冠軍 但在步行街官方的有意介入下 女神大賽被冠以直男審美風向標 火出了圈 不僅站內參與度屡創新高 站外各路媒體也紛紛報導 甚至雅虎日本也也 日本的長澤雅美和十元李美也登場了 中國的直男所喜亞的女神排行榜 為題報到了這次事件 這可能是虎鋪第一次出圈 後來的事情就人盡皆知了 次年《中國有嘻哈》播出 吳亦凡近乎苛刻的標準和充滿爭議的說唱水平 引發了虎鋪用戶的不滿 他們用演唱會的乾音剪輯和原創的說唱視頻 逆死吳亦凡 引發了吳亦凡粉絲的反擊 事件爆發後 吳亦凡本人和虎鋪步行街官方微博 都在微博下場開私 說唱圈不少rapper也紛紛深遠 將這場直男和飯圈的戰爭推向了高潮 受惠於嚴格的社區註冊和發帖機制 吳亦凡粉絲不僅沒能成功爆發 還被購買虎鋪賬號和要求男友卸載虎鋪的梗 狠狠惡搞了一番 儘管雙方都認為自己獲勝了 但事後來看 虎鋪不僅收獲了流量和名聲 而且虎鋪不只是一個體育論壇 更是一個直男社區的形象 更加深入人心 更重要的是 從此虎鋪獲得了和知乎 豆瓣B站等社區相似的話語權 成為了中文互聯網輿論圈的一擊 2019年春節 蔡徐坤受邀成為NBA新春賀歲形象大使 虎鋪網友再次發難 儘管蔡徐坤這個大使的代言目以沉舟 球迷們無力阻止 但對基尼泰美的惡搞 卻如同病毒一般流竄到全網 最終基尼泰美在鬼畜大阪營B站 完成了它的爆發 而之後一封律師函 讓蔡徐坤個人形象 跌至出道以來的谷底 平心而論 B站 知乎都經歷過從小眾到大眾 漫長的出圈過程 知乎靠的是開放註冊和故事繪畫 RUOK這樣的爆款PGC UGC內容 也有遊戲 國創 科技等 眾多領域的長期生根 但虎鋪的出圈顯得更生猛 更有攻擊性 如果你去看成行早年在知乎上的回答 你就會發現它那時的邏輯 和如今滿嘴直文化完全不同 五條回答其中兩條講的是 做好社區的關鍵再垂直 還有一條分享了一個籃球專業網站 那時的虎鋪更像一個專業體育社區 除了擴展不同的體育門類之外 發力點還是在專業度和垂直性 做的最大的一件事也就是2012年 為北京男藍的外援馬布里集資建了一個雕像 這也令許多人開始疑惑一個問題 虎鋪到底能不能代表直男 或者說任何一個性別群體 是該由社區來定義的嗎 因為吳亦凡事件所帶來的甜頭 為虎鋪帶來了大量粉絲 虎鋪似乎一下成為直男COMBuds 流量公敵 於是擁有了話語權 也從此熱愛上碰瓷流量 但我們必須記住的是 虎鋪這個論壇在過去是靠著無數籃球愛好者 無償貢獻自己的技術分析內容 得以成為第一籃球社區的 可在這個增長過程裏 許多帖子逐漸被刪掉 我想一些老虎鋪用戶 應該知道我說的是什麽 其實不只虎鋪 同為體育類APP的董球弟 一樣爆發過刪帖的問題 這裏我就不細講了 順便恭喜一下 利物浦獲得30年來首個英超冠軍 在我看來這兩個體育類社區 目前都有同一個矛盾點 雖然明面上都是飯圈流量的反面 但是運營的一些做法 很多時候也是為了流量 刻意製造爭端 比如NBA裡比較詹姆斯和科比的 歷史地位之爭 再比如足球裡梅西和C羅之爭 總能引起大量討論 而關於足籃球這兩項運動 本身的專業分析 相反變成冷門了 虎鋪社區邏輯開始變化的節點 也許是4年前的 初次衝擊IPO失敗 2015年正是中國體育產業 最風光的時代 被稱為中國體育產業元年 NBA和中超版權分別賣出天價 萬達收購了銀芳體育傳媒集團 買下了馬德里競技20%股份 恒大俱樂部掛牌新300 成為亞洲體育第一股 阿里體育成立 華人文化和中信資本 收購曼城13%的股份 樂視體育A輪融資8億人民幣 後來大火的Keep也在2015年誕生 藉著行業的春風 虎鋪在次年開啟了上市之路 藉可一家名為ST亞星的可公司 但最終虎鋪主動撤回了IPO進程 上市終止 對於這次衝擊IPO失敗 業內普遍觀點是 盈利能力不穩定 公司淨利潤的增幅波動較大 但一個可能無關的大背景是 2016年樂視體育陷入危機 體育產業很快進入漫長的冷靜期 互聯網的本質就是信息的傳遞 廣告之於互聯網公司 是最天然最原生的賺錢方式 盈利能力最強的公司 無一不依賴廣告賺錢 但廣告的問題在於來錢太容易 長此以往產生路徑依賴 會降低公司對抗風險的能力 反面教材可以參考現在的百度 虎鋪太依賴體育 太依賴流量 資本市場不看好虎鋪未來的想像力 虎鋪的另一個天花板在於版權 要知道從2015年起 NBA的新媒體版權就一直歸屬騰訊 而短視頻版權近年來被字節跳動搶到 虎鋪作為一個籃球為核心的論壇 籃球領域的運營已經精細到無以復加 想更進一步勢必要搞定NBA的版權 或是發展自主IP 這幾年虎鋪動作頻頻 主要還是在夯實基本盤 讓流量生意和NBA生意做紮實 除了著力運營步行街頻頻出圈之外 在具體產品上虎鋪一改貼挖傳統 引入了信息流推薦的模式 把自己變成了體育錘類的今日頭條 增強了用戶年薪 通過遊戲聯運 視頻直播和實貨導流 增強了流量變現能力 2017年不只是虎鋪出圈元年 更是方向調整的一年 就在這一年 原來的品牌名稱虎鋪體育 被徹底更名為虎鋪 預示著虎鋪泛於樂化的決心 去年虎鋪接受了一輪來自字節跳動的投資 從而補足了NBA版權的短板 夯實基本盤後就要拓展新的增長點 在我看來虎鋪選擇增長點的邏輯 非常明確 就是服務直男需求 從直男的口袋裡賺錢 除了原有的拓海銀銷外 虎鋪還開發了名為虎鴨的自有輕訊品牌 打造了在籃球圈內頗有影響力的 1v1賽事IP路人王 成行甚至在團隊裡舉了個奇怪的例子 大家認為狼人殺是體育嗎 機會就在大家猶豫不定的搖擺方中 因為沒有很好的答案 這就是創業的機會 而且在資本市場上 虎鋪也頻頻出擊 投資了不少體育行業的創業公司 甚至投資了被認為是競品的董球弟 以及陳冠希的潮牌Clart 陳冠希的潮牌Clart 背後也是虎鋪的資本 這些都是與體育男性消費相關的項目 而對虎鋪來說 這幾年最亮眼的其實是孵化出了毒 也就是現在的德務APP 作為一家C2C的球鞋交易平台和潮流社區 德務趕上了潮牌興起的風口 趕上了運動風入侵時尚圈的機會 趕上了種草文化的盛行 是真正長在風口上的平台 德務2019年全年GMV達到了60到70億元 目前估值已經達到了獨角獸級別 但目前的德務 已經是一家獨立運營的公司 幾乎一定會尋求在虎鋪之外獨立上市 和虎鋪的關係可能也只剩下錢了 說個無關緊要的觀察 眾所周知 把德務吹起來的風口是潮牌興起 而帶火潮牌的是說唱崛起 所以某種程度上 吳亦凡才是虎鋪命中注定的那個男人 拿到字節跳動的PreIPO輪融資 也正式宣告了虎鋪將走上第二次衝擊上市的道路 虎鋪的幸運在於 在知乎 B站 豆瓣都還在迷茫之時 它早早地實現了盈利 商業世界的本質是賺錢 但中國互聯網的許多公司 忙著內捲式競爭 忙著搶佔市場 忘了最重要的問題 我這門生意 能不能扎扎實實賺到錢呢 而扎扎實實賺到錢 看似很容易 卻是許多公司到死也賣不過去的看 一家公司一日不賺錢 就一日再和死神賽吧 雖然比影響力 比想像力 虎鋪和知乎 B站 小紅樹 都無法相提並論 但賺到了錢這件事 讓這家公司可以不用擰拔 不用焦慮 不畏懼犯圈 不討好輿論 慢慢地把自己服務直男的生意做好 這也許就是虎鋪作為體育公司的特質 體育是上場見真章 是實力說話 我想商業也應該是一樣 畫餅 圈錢 賣想像力 割韭菜 都只是奇蹟影響 只有賺到了錢 創造了價值 才是一家公司 存續下去的唯一理由 消費 商業 洞見 盡在IC實驗室 感謝你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館長 我們下期再見